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新概念英语第三册 最后一课的知识拓展部分 因为我们这一课都是讲时间的 所以现在石老师呢 是把我们所最常见的时间的用语 我们可以去做一番总结 我们看第一块 Life is too short for this 你看我们会说 做这样事啊 生命太短暂了 也就是讲时间太紧张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说 My time is too valuable to waste 这是我们中国人老说的一句话 叫我实在是浪费不起时间 不是像另一块 You can't turn back the clock 指的是我们只能是往前走 对不对 也就是讲时光不能倒流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希望有月光宝和 能够去回到青春年少的岁月 那么另一块是这样的 This will occupy all your time 这会占据你所有的时光 所以这个词呢叫occupy 还有最后一块的 My time is up 我的时间用完了 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新概念英语 一共呢是六十课的学习 大家呢已经把三册的知识 基本都已经掌握完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在平时 把课文 老师再去重新叮嘱一下 把课文呢要好好的去抓住 最好能够去记下来 同时呢再把老师 把那个石老师和薛老师 两个老师的这个课程呢 去牢牢掌握住 这样来说呢 最基本的点 大家也就去掌握好了 所以希望我们在第四册当中呢 去再一次见面 祝大家学习进步 再见 下来 下来